在今天的论坛上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 我国银行业发展势头稳健 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也实现了自身的稳健增长 过去三年银行业信贷规模年均增速11.2% 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不会改变 中国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势头也不会改变 李云泽透露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资产和财富管理市场 银行理财产品的个人投资者超过1亿人 较2019年末增长三倍 过去三年 行业管理资产年均增速达到6.2% 远高于全球约2.5%的平均增速 未来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提升 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 多元化投资的理念深入人心 加之资关产品静止化转型稳步推进 中国资产和财富管理行业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证监会主席议会满则在发言中表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证监会的第一职责 法定职责 加大对财务造假 欺诈发行 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的重拳打击 对屡则不到位的中介机构严厉惩戒 绝不枯息 全化全流程监管折法 严禁无照驾驶 严查有照违章 感谢观看